各位早晨 歡迎各位收聽今晚HowTeenLive的直播節目 第一件事就是公佈今晚最先進來的幾位聽眾 第一位就是The Reviewer 還有鄧發、B鏘、洪廉華和Jerry 1、2、3、4、5 剛剛粉皮入不到 但願上帝的祝福和聖靈的感應 在這星期尚遇剛才的五位聽眾常載 剛才Jim Jim問我那位朋友感應了沒有 我沒有聽他的更新 我下個星期會跟他吃飯 我到時會問他怎樣 歡迎各位 我先說一下今晚的安排是怎樣 今天晚上我 剛才我搜尋了一陣子 我找了一陣子 但我一直都沒有感動 有什麼題目呢 我特別想說 有一些題目我有一點點想說 但沒有哪一個題目我是很想說 我覺得隨便 留下個禮拜 留下個禮拜有夫人在那天才一起說 但也有可能他下個禮拜依然是出街 因為他這陣子很忙 他不斷在那裡約朋友吃飯 見面 我也不會阻礙他 看看他下個禮拜的安排是怎樣 所以今個禮拜 我沒有安排過一些宗教話題 但如果有人有興趣想說的話 你也可以也可以在Skype 講妳本來在所有說話題 就是說可以自己去控制 其實告訴大家 寫 Sullivan 問題是可以在 aula 你計劃 於是你去安排 ええ 好 來 同你還是di 我們可以給我們 就是由那些聽眾去安排 現在暫時我想說 我可以說漫畫和動畫 因為我不是看很多漫畫和動畫 但我也有 我覺得可以說 而且我好像沒有很詳細地說 為什麼我突然想起這個題目 就是因為 其實我以前買了一堆DVD 是我喜歡的動畫 其實我有一堆 但是之前在溫哥華我搬過來香港的時候 我忘記了我那天怎麼安排 我應該有一些送給別人 有一些可能是棄了 有一些就放進充電 總之就是有一堆我沒有帶 但是裡面有一小部分 我是有帶過來的 他們是DVD 那些還不是原裝 不是很正包裝的DVD 他們的樣子也是很好的 但是我相信那些是一些Bootlet copy 但是我一定要這樣 因為如果我買日本原裝的那些 他沒有字幕 我都看不明白 我一定要買一些有中文字幕 有英文字幕 我家裡那些是中文字幕 所以我相信那些是Bootlet copy 但是沒有辦法 我都當它是珍藏 因為我很喜歡看 但是我最近 有空在網上到處按 我就看到 不是啊 其實現在可以下載 那些是Blu-ray版本 其實我不知道那些是什麼版本 但是呢 它的resolution 是高過我家裡 我原有那些DVD 那我現在是很開心 我有一堆那些動畫 還有我將來再搬屋的時候 我就不用再揹著那些碟 搬來搬去 因為都很重 其實是很牙定的 OK 那就是我一直在整理 那些人 那就是今早 還有昨晚 就是整整一下的時候 就是我又貪得意 就是在這裡按幾下來看 就是我覺得 哇 真的很好看 真的很好 我真的很喜歡 OK 那所以呢 就是我可以跟 就是我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我 就是我這個年紀的人 就是我以前小時候 就是我一路成長的時候 就是我喜歡看些什麼的 漫畫和動畫 所以就是今晚就是講 我的動漫之路 OK 就是我現在 就是在這裡看 就是我不知道我的聽眾 就是他們扮演年輕人 還是什麼 就是他們說那些 是進擊的巨人 什麼 奏術回戰 全職獵人 那些 就是那些 對我來說 是一些很近期 對我來說 one piece 算是很近期的動漫 算是很近期的動漫 那些 算是很近期的動漫 那些 OK Anyway 我們稍後再講 那些 因為他講的那些 我看過 但是可能不是我那個年代 不是很適合我口味 所以我喜歡那些 就不是他們提的那些 雖然我都有看過 OK Alright 先看看 Past Crystal 他說 烤天要講 小記念 小記念 是我那個年代 因為我記得我放學 是有看的 但是我自己就沒什麼看 就是我那個年代 但是我很少看 我喜歡看的是其他 OK Alright OK 聲光 海綿看 他說主持會說 多拉A夢 我那個年代 是叫叮當 我不知道什麼 叫多拉A夢 What the hell is that OK Alright OK 那 看看 OK 我之前好像有提過 所以我想這個是 是 common knowledge 來的 OK 首先 我以前小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 你小時候 第一本 買的 漫畫是什麼 對我自己來說 我那個年代 買漫畫是在街邊買的 就是現在會去那些 就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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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進店裡買的 但是我那個年代 其實 周街都有那些 報紙檔有大量 那樣 所以就是買漫畫 是在街邊那裡買的 OK 那我就記得 我老爸 不知道買些什麼 然後他說 你又選一本 因為他也很鼓勵我看書 但是 他小時候 他很肯買書給我看 就是貨外書那些 所以我小時候 我記得好像他第一本買給我看的 有字的書 是一本鬼書 我都跟你說過 他買了之後 他就 我臨睡覺 他就在那裡讀那本鬼書給我看 好像都很貴 香港鬼故怪談 那些 那樣的東西 後來 又是他買那個 三國演義給我看 字那本 然後 他又買了一套 是 漫畫版的 三國演義 但是 不是日本那些 漫畫 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 我記得好像 不知道有十本 還是十二本 很厚的 就是整箱這樣買的 是 是漫畫來的 就是 那些 中國畫風 那樣的 就是整套 三國演義 所以他都很肯買書給我看 有一次 他在街邊 那裡 問我 你有選本 然後 我在街邊 我記得 我第一本 買的 書 叫爸爸買的 書 就是這本 這個 就是我第一本 在街邊買的 在街邊買的 漫畫 就是北斗之拳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 因為我第一本 是買這個 那 但是 沒有 行程 小時候 可能有 但是 我是不知道的 那我就只可以 就是 有時出街 如果 看到有 那就買 所以 都是沒有什麼計劃 我那天 是買到 例如 因為我又不是第一集 開始買的 我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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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vin 他說 人肉爆開 沒錯 是 Past Crystal 他說得對 三國演義連環圖 名字 沒錯 沒錯 那套東西我保留了很久 我保留到 在香港搬到加拿大 我也還有那套東西 但是後來 搬幾次屋 在加拿大還搬幾次屋的時候 搬一下搬一下 就搬到不見了 但是那套東西我保留了很久 從小到大 我看了很多次 那套東西 所以 我小時候 我第一套 買的漫畫 就是北斗之權 當然 印象最深刻 就是 很噁心 那套東西 就是 人肉裂開 但是 它裡面 有一些情節 我印象都很深刻 不只是 爆手 那些都震撼 看到那些東西 就是 它裡面 是 碰到我買的幾集 好像不知 第一次買 就是 它的故事就是 那一段 另外有一條人 是藍斗水鳥拳 頭髮很長 好像是他的朋友 然後 那人的招數也很厲害 因為 他 北斗之權的主角 他一拳 可以打到別人 就是中了一些穴位 然後 他會爆開 這樣 而 他的朋友 就是會把人 切開一顆顆 這樣 就是 他那個朋友 遇到我看的一集 就是說 他那個朋友 被另外一個大隻佬打死 我也印象很深刻 因為 那個 都是相當之 相當之 相當之 相當之壯烈 那樣 就是那個 那個 的感覺 那 Past Crystal 他說 小學會和朋友 夾粉 借斷全國學校 圖書館一套 你在說哪一個 我想不是說北斗之權 我想不是學校圖書館 他在說什麼 三國演義連環圖 可能是三國演義連環圖 他在說 所以那個北斗之權 我都有些印象 那一個故事 但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套東西 就不太能追得 我自己小時候 都是 看到有買 家裡存了幾集 但是完全不連貫 而且我從頭到尾 都不明白 他那個故事在說什麼 就是 不是一個我會跟到的故事 所以這個雖然我是很有印象 因為是我第一套 叫老爸給錢買給我的 的漫畫書 但是 我不是 我自己就 不是特別喜歡 那我後來 長大了 想回看 去回看 的時候 我都依然是不明白 那故事 都不知道 我都看不明白 那故事在說什麼 是 完全看不明白 所以 我小時候看不明白 就不是因為我小時候 是他那個故事 根本上就是有問題 我覺得是 所以這個 我就不是特別 我不是特別喜歡 那故事 我小時候 除了《北九之拳》 我都有叫老爸買的 就是那個肉狼漫畫 但是肉狼漫畫 不是用來追 每集有一些短故事 我記得 我小時候 經常叫老爸媽買 肉狼漫畫給我看 然後有一次 已經買了一段時間 有一次我在電話裡 我也記得 我在電話裡跟我表哥在說漫畫 他就說他看了什麼漫畫 然後我就跟他說我買了一本新的肉狼漫畫的書 然後我就讀肉狼漫畫裡面一些內容給他聽 肉狼漫畫裡面很多的笑話 是一些噁心的笑話 跟性有關 跟渣有關 那些笑話 在那一次被媽媽聽到我跟我表哥聊的電話 他才知道原來肉狼漫畫是十八禁 但那時候已經是買了很久 已經是看了很久了 那一陣子已經是 所以肉狼漫畫我以前小時候也有追 但無論是《北斗之拳》和肉狼漫畫 見有我就會看 是因為很小時候看所以有印象 但我本人不是很喜歡這樣 我最先是一個很喜歡的動漫 就是我表哥帶我去戲院看《天空之城》 那時候真的是一個活動 就是一件大事 就是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看過一些動畫 就是放學 然後看一陣子 但是看《天空之城》 首先他那一陣子是比我想像中好看的 然後就是 我畫面不適合 我先把他排回去 OK 那他 那個故事我不需要說 但是我想說回那個人小時候 那個人去戲院看這陣子 是多麼特別 因為去戲院看 不是去看漫畫 不是去看動畫 那天是我第一次去戲院看 然後是一個日本動畫 那時候是很震撼 那時候當然在讀小學 因為我在香港一定在讀小學 因為我在讀小學的時候 我就去了加拿大的 是一件很大的事 就是那時候去看的 去看的時候 是啊 所以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這齣子 我現在都經常去 都經常去看 我都還會 所以 還有他這齣子 我覺得就是宮崎進 就是我最喜歡的宮崎進的動畫 就是這一齣子 那麽就碰巧 是我第一齣子看 就是我之前根本上就沒有聽過宮崎進 都是 都是我表哥帶我去 我才會看到 就是如果不是我根本上就是 如果不是我根本上就是 如果不是我根本上就是 其實是不會去看 所以那時候都是 都是很幸運 就是我表哥帶我去看 那麽跟著就 就是不只我 即是我表哥 他都搞得很大件事 因為去看電影之前 我去 約了去他家裡 那裡 那麽我就可以看到他已經在家裡 有一套漫畫 但他的漫畫 是很奇怪的 他那個漫畫是 那個動畫那些的相片 CAP了下來,然後整做書,可以說是一個書版的動畫 但在看電影之前,他在劇透自己 他在準備在家裡做功課 我心想好像很大陣仗,看了卡通片 但誰知道真的很好看 而且那個人這麼小 你對於看一齣電影的音樂,你都沒有概念 但那個人小時候去看這齣電影的時候,就覺得那些音樂真的很好聽 所以 我是 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我覺得是 所以這個真的喜歡,這個是從小到大都是喜歡的 這個 我之後還有看很多其他的動畫、漫畫 小時候當然是看龍珠 有追、狂追 以前小時候,那些男生 我的年代要是看龍珠,要是看聖鬥士 我就看龍珠,因為我覺得聖鬥士很重複 很重複 我也有看過,但看兩下我就沒有興趣 但其實龍珠 去到比較後期的時候,都一樣是這麼重複 所以我去到比較後期的時候,我自己都不喜歡龍珠,但有一段時間是追得很貼 我開始追那個人 就是他開始了沒來龍珠2Z 那一段,即是開始有那些什麼 薩瓦人 然後孫悟空那個大哥出現 即是那一段 我開始追 這樣子 那我開始追的時候,但之前那一大堆,其實我是沒有看過的 有一次 我跟我表哥去逛街 因為我住在旺角,他住在大角咀 我們很近,我們經常在那一帶 周圍逛 我不記得他練琴,還是補習那一道 是一個商場 商場那裏有些賣遊戲 有些賣漫畫 有漫畫店 那他 即是現在那些漫畫店 即是只是在 那個 那個叫什麼 信和那裏才有 但以前在大角咀那裏都有 那我在大角咀那裏 有一次 逛逛 就看到他那個 那個 那個漫畫店 那天我還在讀小學 很小 但是我是一個有錢的小學生 因為 他給我零用錢 但是我是一個宅男 所以其實我也沒有什麼用 但是我是有的 有一次 就在那個漫畫店那裏 就看到 他賣舊書 他有整套的 龍珠 所以 我那次就一次過在那裏買了 但是 他因為是舊書 所以都不是特別貴 我也買得起 是整套的龍珠買了 由第一集一直 去到 我看到 我當時的那個位置 所以我就一次過 就可以在家裏 就由第一集一直追到龍珠 Z那個開頭 那裏 真的很爽 狂追 所以那一陣子是很喜歡的 但是現在我長大了 我翻看 其實我知道我是喜歡龍珠 龍珠 龍珠Z之前 當孫悟空還是小時候 那一段其實我是比較 喜歡看這些 他龍珠Z之後 有一段他還是好看 但是他 越來越變得 重複 repetitive 那些故事 簡直是有個方法 就是 孫悟空以外的其他人在打生打死 然後 去到某個位置他們打不贏 然後孫悟空就出現 打到那群人很糟糕 每次都是這樣 出來救回所有人 我去到那個位置 我覺得他已經變得好像聖鬥士一樣 重複 所以 我比較大的時候 追追一下我就停了追 我就沒有看到 我是有一段時間 很長時間沒有看 直到他結束了 他結束了好幾年之後 我才知道他原來已經結束了 然後 再回頭去追 但是 熱情已經過了 那時候 不是十分之喜歡 但是我追的那個人 是追得很貼的 是每個星期追 那時候我讀小學 我是知道 哪一天 是會有新的龍珠 他有一畫 即是一畫 很薄的 很薄的一本 我知道那時候 那一天 放學 去報紙檔 就會有得買 那時候每個星期去買 那時候是這樣追的 OK 因為那時候 不會等到他 整本 單行本 就是一本書 這樣等 是等很久的 所以我是不會這樣等的 那時候是 每個星期去追 那樣的 OK 另外一個 我也有追的 就是 三乘三眼 我都不記得 這個就要 整幅圖 看看 因為不是 每個人都知道 是什麼 這個 你看 這個 三乘三眼 我都不記得 為什麼 我會看這個 這個應該是我小時候 不小心看到 這個應該是 我覺得這個有可能是 其實我真的不記得為什麼我會看這個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我看漫畫 我完全不集 我看 我追開那個 我那時候追龍珠 我只是追龍珠 我根本上都不看其他東西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家裡是有幾本三乘三 Ice 我那時候 OK 喜歡 都OK 有看 但是後來我又是變了不喜歡 但是三乘三Ice 我覺得他整本 他後來出了很多很多本 但是 他不是中間 他開始沒多久之後 有一個段落是特別好看的 就是講那個 三隻眼的女主角 她失了億 OK 然後他那個保鑣 他的保鑣不會死的 即是他的保鑣 是 他的保鑣那條命 就被那個三隻眼吸了 所以他是不會死的 所以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講他的保鑣 他 最厲害的就是他不會死 但是他是完全不能打的 所以他經常被其他人打到他 所以他經常被其他人打到他 但是他又打他 他又是不死 就是走那一種路線 他有一段就是講那個三隻眼的那個女主角 他失了億 後來要 這個保鑣去找他 我覺得那一段是 這個整個系列最好看的那一段 那我又 買幾本 漫畫的時候 就有cover 那一段 所以其實我小時候 就是狀眼看了他 根本上就是他這個整個系列最好看的那幾集 OK 但是那幾本之後 我覺得他就開始跌勾 就 就是差了 到我大了之後 因為 以前小時候移民 你在香港 你 買這些就很容易 但是 你去了外國 你也不知道怎麼買 以前小時候 那時候又沒有 那些網絡 OK 我童年的時候 沒有網絡 原來我是 我是 我是中學那時候才開始有網絡 如果網絡是打電話的那些 很慢的那些 就是你 你也不會網上購物 那時候根本上就是 你現在就是上網 就訂一套 直接訂一套 又或者上網下載一套來看 但是以前小時候沒有 所以那時候也不知道怎麼看 所以那時候是隔了很多年 就是斷了 完全沒有看這個三乘三米 但是 後來 後來再大一點 那我又看回 那我才知道 其實 其實是 一般的 我不是 我不是特別喜歡 但是 他好看那幾集 也確實是挺好看的 但是 他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 就是他的故事 有時候會說得一塊塊 還有 他那些打架 是 劃到一坨東西 你看到那個保鏢 他被人 打到變成肉餅 被人打到變成粉皮 但是 過程你也看不到是怎樣的 他到底怎麼被人 都被人打到 你只知道他 變成一塊屎餅 你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根本上就是 OK 那 Man W 他說 56k modem 電話線上網 我記得那個人 56k 是快的 是快的 connection 我記得 我記得是有低一點的 那個人56k是一個standard 來的 你是想有56k 但是我記得那個人 我的internet 是去不了 56k 我記得好像是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人小時候 那人很好笑 因為我那個人的性格 是 我用開那個人的性格 我就不想去動它 我記得是有個14k 好像是 Anyway 那天我有56k 我用56k用了很久 然後 很多人都已經在用 那些 快的 快的電話線 我忘記了名字 不是cable 另一件事我忘記了 是慢過cable一些 但是快的電話線 很多 OK 那天呢 我 那天呢我用56k 我用了很久 所有人都已經轉了 要是用cable 要是用快的電話線 那個 OK 然後呢 我是 過了很久 很久 很久 才肯轉 因為他 他都不是特別便宜的 那個價錢 價錢其實是差不多 只是我沒有轉 然後一轉了 我才發覺 糟糕 原來是快那麼多 差那麼遠 那天我才經過 是ADSL 是DSL 是ADSL 沒錯 那天我才發覺 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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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SL 要早知道 要早知道 但是我的人就是這樣 不肯 不肯試新東西 我又很少去人家 如果我又去朋友家 那我一試一下 別人的網絡 我真的快很多 我都想試一下 但是我又不要 那一到刻就屈在自己家 OK 然後我用開那個 56K 即下載首歌 用很久 那天又不流行下載 那天我覺得 要隨便 夠用就行了 我又不是不夠用 但是 一轉了 真的是不同的世界 現在想起來 覺得自己真的很昂貴 真的很離譜 真的 哈哈 阿爾拉撒鬧 在我 當時的世界裏面 真的 56K上網 已經足夠 好像那傢伙這樣說 是 是 沒錯 不過 Anyway OK 我小時候也有看這個 3x3i 是比較有印象 OK 後來 在香港 在香港的時候 但是 在香港那段時期 其實我最喜歡的 就是看 就是看 亂馬 OK 亂馬 就是 假裝一張照片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亂馬 是 是什麼 OK 就是 那個 看亂馬 是我以前小時候 就不小心 就發現 家裡附近 有一個可以租 日本那些 動畫的地方 那我就 隨便租 因為亂馬 他已經出了很多集 那我看到 這出東西很厲害 他可以跟龍珠匹敵 那麼長 好像 所以那天 就租了幾餅 去試一下看 然後 其實開始的時候也不是特別喜歡的 但是 但是 也有租 後來 長時間一直看的時候 就越來越喜歡 後來就變了 亂馬的fans 我變了是很喜歡看亂馬 那時候小時候 我沒有看 過 簡直是沒有買 亂馬的漫畫 在香港的時候 那時候我只是清一色 看他的動畫 那個動畫 很吸引我的就是 他畫得相當漂亮 首先 還有 他那些的配音 是很好的 他那些的配音 我覺得亂馬的配音 例如比起龍珠 以前小時候看龍珠 是比龍珠好很多 我覺得 因為 因為 他裏面那些角色 每一個都很有特性 然後他也找回一些 很有特色的配音員 去演那些 那些 八寶寨 有個會 變貓的女人 那個 山坡 那些 是很好 那些的配音 因為 因為我 因為我小時候 看畫 看畫面 跟聲音 然後 聽 就是 我不會聽日文 但是我聽到那些人 那些聲音 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印象很深刻 還有 他突出到 那些配音員 是會出碟的,即是那些亂碼 即是他會有那些original soundtrack,即是會出一堆那些 但他這套東西簡直是有出CD的,是找那些配音員去唱 所以他在CD裡面,他都演他在亂碼裡面的角色 所以我感覺上好像女主角出了一隻碟,男主角出了一隻碟 他裡面有幾隻碟,我以前有買過一些CD 他有一些很好聽,他直接用幾個女生的角色 小線、亂碼、山旁,幾個合起來,然後組了一隊組合出來 那天有隊組合叫Coco,然後他們叫Doco 然後有兩隻碟,專門是他們唱的歌 然後還挺好聽的,那些歌是很好聽的 所以小時候我是很有印象 因為那天你讀小學,你很多東西都不懂 但是聽音樂那些東西很universal 那些聲優,他唱歌唱得很好聽 那這個我懂得聽,我是很喜歡不斷loop那些歌 所以我以前小時候我是很喜歡亂碼的 那這個是香港 後來我去到加拿大的時候 那時候在唐人街 就有間什麼東西,皇冠,還是什麼 總之是有間書局,是台灣書局 那間台灣書局是有賣漫畫的 那我在那裡是買齊的 好幾套的漫畫 那天我是買了一套聯馬 整套聯馬我在那裡賣 後來我在那裡賣 那個犬夜叉我又在那裡賣 但是賣漫畫的就不說了 因為賣漫畫的有一段我是很喜歡的 但是他做一下我就不喜歡 但是聯馬我是喜歡的 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可能是有一套的聯馬 所以那天我小時候有一套的龍珠 有一套的聯馬 但是後來被我老爸搞不見了 那個人 我不知道有沒有提過 有一段時間 我本來跟他一起住的,住在溫哥華 有一段時間我要去多倫多那邊讀書 去了幾年 然後我回來的時候 我發現他丟了我某一些的 丟了我某一些的漫畫 但是他沒有丟了 他丟了一些我妹妹不看的那些 因為有些我妹妹都看 好在我妹妹她是看聯馬的 所以她就保持了那些聯馬 好在他老尾 好在 但是有很多其他被他丟了 知不知道我有一套 我有一套金田一 有一套 那個劍心那些被他丟了 我以前是有齊一套的 但是呢 好在我 好在我是 如果要我選的話 OK 那都是應該保持聯馬 因為聯馬才是我最喜歡 但是 但是也不好 為什麼要丟書 但是 最令人氣憤的 就是他說 家裡沒有位 然後就是丟書 那樣 但是呢 你打開他的櫃 他保持很多垃圾 在那裡 他保持著那些 錄影帶 那些 那樣的東西 喂 只要錄影帶 搞錯 神經 哈哈哈哈 錄影帶 做亞偉 你知道嗎 他保持多少錄影帶 就是 你打開 打開 那門 他是 塞到門 那些的錄影帶 你丟了那些 就好過 怎麼會丟書 那麼折墮 搞錯 真是 哈哈哈哈 哈哈 而 拉薩拉 他都說 這件事都在他身上發生過 他說人不在就是這樣 他全部都沒有了 OK 所以 所以 亂碼我是 我是 十分之 我是十分之喜歡的 這個 我還是在說 在香港 我還沒說 我去加拿大之後 我的 我的興趣 有什麼變化 OK 快點 快點 說吧 香港 另外一出的 動畫 我也是相當之喜歡的 就是這個 拿丁 這個 我不是 亂碼我是去租 亂碼我是去租 然後我 看那個日文版本 這個 就真的在電視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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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 那裏 那裏不是穿梭機的 那裏 那裏應該是 閃電傳真機 那裏應該是 就是放學 然後他每天播一集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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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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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難追 事齊 就是你放學 那裏 那裏 就是很難追 需要拉到錢 那裏 這裏 還是 很多 還是喜歡看的 但是後來 溫哥華之後 就 對 我 找到 一個地方 可以م租 一些 拍攝 來看 那個程度 所以我自己看的 一段时间我都相当喜欢 但你可以想像到为什么我喜欢 因为这个就是电视版的天空之城 这个故事根本就是天空之城的故事 一模一样 不是只是故事一样,他的组织也是相当之好 他唯一不好就是他太长 他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段落,就是流落荒岛的那一段 就是不好看的,比较闷一点 但是除此之外,其实整齐东西都是很紧臭,都是很好看 那些声優很好听,那个男主角就是乱马的女主角 那个人来的,就是同一把声 所以那个人是很喜欢看,还有他里面有一些音乐 有一些配乐都很好听,为什么他其中有一个配乐呢? 我大过了才发现,他里面有其中一个配乐 在英雄本色都有用 英雄本色第二集,好像是 英雄本色第二集里面的配乐,其中一个是拿丁亚的配乐 同样的音乐 所以这个电视版的《天空之城》我都相当之喜欢 他里面有很多角色都很棒 还有那一段时间我追开《A-Club》 那时候有个杂志,我也忘了他多久出一集 但是那天他出了我就买了,我每天都买了 那时候我存了一栋 那他《A-Club》讲讲漫画,讲讲动画那些东西 所以他都会更新的 那一段时间他都经常讲拿丁亚的东西 所以经常看杂志的时候,又听到他提出推介 所以那时候我又信他,又有追 也受那本事影响的 所以也是 这个就是小时候我都相当之喜欢的 OK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租的 就是一个动画版的勇者斗乐龙 这个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因为很多人 如果讲动画版的勇者斗乐龙 他就会想起反手劍的那个 那个我也有看过 但是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 但是我感觉上这个好像比较少人讲 讲戏 或者少人知道 但是那时候就是 那时候就是 不注意就是租那些录影带在香港的时候 租录影带我又有租到 这个 所以这个我又是由头到尾 是 最晒的 那时候就是 我有看过晒的 就是我都挺喜欢的 就是我 就是我最不喜欢就是他 那个结尾 就好像突然间完了 就是你感觉上好像没有尾 他勉强有交代尾 但是呢 就是他透过一个人把口 去告诉你 那个结局是怎么样 他说 就是打了个魔王 然后那些人死了 就是他口说 你没得看他跟那个魔王决战 就是可能 没有budget 或者各样东西 他说 其实出事是突然间完了 没有了结尾 就是浪费了 我觉得 但是一直追下去 其实我都挺喜欢看 因为呢 就是那个男主角 就是他很废 但是呢 就是他做到比较后段的时候 就是他拿到一些很厉害的剑 就是遇上一些很厉害的敌人去炸抽 就是那些段落我都挺喜欢看 所以 就是这个都ok的 那还有呢 就是 刚才我都说了 我很喜欢龙珠的嘛 就是那时候 然后他这样的画风 就是鸟山明这样的画风 那所以就是 那时候我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会去 租这出来看 但是就是 就是结果都没有失望 就是都是挺好看的 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 那 Justin呢 就是他就建议 咕噜咕噜魔法阵 这个 这个不是我的年代 那些是五月的年代 那些应该是 那些不对 OK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那这个就是 就是刚才我说的 就是我在香港 就是我喜欢看 喜欢追的动漫 那后来就是我就搬屋 就 然后就搬了去加拿大 那但是就是我在加拿大 就 就有一段的时间 就是因为我去到的时候 我就读小学 然后读中学 我想可能 读中学 初 可能 就是进入高中 那一段的时期 那我就就是 个人就比较活跃 就是开始会自己出去街 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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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一下唐人街 去一下图书馆 就是那些 那样 我就开始发觉 咦 不是啊 虽然我移文 但是我还是可以遭到 和看到那些 日本的动画 漫画 在那段时间 就是我再重新 那段时间 我就有看到其他 我也是很喜欢的动漫 但是这个呢 就稍后回头 才再说 那现在呢 我们先听首歌 OK 好 那欢迎各位 就是继续 收听今晚的节目 今晚呢 就是我们就讲 烤天多的动漫史 OK 那刚才呢 就说了 就是我在香港生活 就是以前我在香港移民之前 那个生活 就是我喜欢看一些什么的动漫 就是都不是很多 其实是 那后来呢 就是去了加拿大之后呢 就放下了几年 但是呢 去到我进入高中那个年代的时候呢 那我就就是 就开始就比较多自己出街 那样 我记得我为什么会那段时间 整天出街 有一年的暑假 那呢 我呢 就很无聊 就是在家 那所以呢 那时候呢 我就会 每一天 就是会搭巴士 就是出唐人街 因为唐人街那里呢 就有个图书馆的 但是图书馆呢 是 没有什么年轻人进去的 就是那个图书馆 因为那个门口呢 就是好像有很多坏人 就是有些道友在那里 就是整天都 就是那时候是这样的 但是呢 就是那时候呢 我就整天走进去 因为他里面没有东西的 就是其实是 就是没有问题的 我意思是 就是他有书 不是空的 没有东西 那种没有东西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我就整天去那个图书馆 那时候呢 就借一些书看 那样 后来呢 我就发觉那图书馆隔离呢 就有一间书室 那间书室呢 就是可以租一些小说的 所以那一陣子呢 我就租很多小说看 我就 那时候呢 就是整天去租那些小说看呢 是 就是每日看一本小说那样 就是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就是是我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就是 就是 就是这样租 就是 就是 就是这样租那些 那些什么 圆震盒那些 那些 那时候呢 就是那时候我已经是 就是 那时候我已经是 看完那些 那些 那些 维斯理 因为我以前有买了一套 在书展呢 有一年呢 我已经移民了 有一年,我暑假就回香港 然後我在書展買了一套衛斯利 那天我貓捨得,他買給我 所以那天已經看完 後來那個暑假就再用這個方式借書,租書 看完那個圓鎮俠 後來那邊經常出沒,我發現 另外有一間書店可以賣 那些漫畫 所以那時候 那天 我在那裡 碰到台灣出版社 我忘記了名字 他重新出過那些 相聚一刻 他那時候剛剛出 他那時候一定是重出的 他不是這一款封面 他是另一款 我以前買開那一款 我喜歡以前那一款 但是被我老爸丟掉了 又是他老尾 丟掉了我那套 相聚一刻 這個混蛋 因為有養育之恩都要這麼說 真是 他老尾 真是 ManW他說 Orange Road正 我不喜歡Orange Road 我妹妹有看 所以我也有看過 我有看過幾集 我妹妹有追過一個Orange Road 她家裡有買幾本 因為我有看過 我不是喜歡 但是相聚一刻 我就很喜歡 那時候是這樣 開始追過一個 相聚一刻 我還記得那天買了 圖書館在旁邊 我就帶那些買了的書 去圖書館那裡看 所以相聚一刻 有很多本 我那天是在唐人街的圖書館那裡看的 其實是 那人是很喜歡這一套 我是先看漫畫 我是先看漫畫 看書 那人看我就已經很喜歡 我就已經 他 那個 他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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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風 已經是 畫得很好 已經畫得很好 所以他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我是 我是很喜歡 還有他 我覺得高橋樓美子 他那些搞笑的東西 是 有些 有些特別的 就是 他的 他的 風格是有些少不同的 但是 是會令我覺得是好笑的 就是我看他的漫畫 我是會覺得好笑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亂馬是好笑的 相聚一刻 很多位 我也覺得好笑的 OK 那時候看相聚一刻的時候 除了他那些好笑的位 就是 他 尤其他 臨原那裡 他 是 他 是真的 說一個 故事出來 而是有一個 完整的結局 這個是 我覺得 在漫畫來說 是 非常之難得 我是覺得 一個 因為 相聚一刻都不短 他都有很多本 他都 他不是 One Piece OK 但是 很多這些漫畫 他出單行本 他出得 五六本之後 他就 原不了 其實 他 很多時候是勉強完 十本漫畫 有九本 是 原不了的 其實 連馬都原不了 OK 但是 相聚一刻 是有一個 完滿的結局 是 完得很好 差不多 整本 最好看的就是 他臨原那幾本 我覺得 簡直就是 神來之不 簡直就是 完美 我覺得 畫得很好 他有一些情節 是很特別的 例如 他有一段 臨原 那樣 就是 那個 那個男主角 追 那個女主角 追了很久 終於 就是 他們 已經說到 他們 去開訪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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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響子 即是 那個女生 突然間 就提起 他的狗的名字 但是 他的狗的名字 是跟他 以前老公 他以前死的老公 是同一個名字 他提起 他 因為他 賴低了一隻狗 在不知哪裏 然後 他說 突然想起 那隻狗 然後 他提起 名字 知道嗎 立即 那個男主角 借了 他 筆舉 然後 他們搞不到 然後 後面 再有一點 劇情發生 然後 第二回合 才成功 上到床 我覺得 是一個 很有趣的 安排 你知道嗎 你說到 那個男主角 筆舉 然後 他 已經準備埋牙 然後 吃不到 女 我覺得 是一個 我覺得 是 是 一個 女性的作家 才會寫到 這樣的情節 而 看的時候 覺得很自然 還有 你覺得 那個男生 真心 喜歡那個女生 他才會 打沉 才會被這些 影響到 他的心情 而不是 有女就上 我覺得 是一個 很好的情節 所以呢 其實 就是因為這一段 我覺得 那個漫畫 是好過 那個動畫 那個 相聚一刻 因為相聚一刻 那個動畫 他有說他們去開訪 但是沒有 但是沒有了 那段 就是他們 開訪不成功的 那段 我覺得 但是 我覺得 那個是 一個很重要 很好看的段落 但是 他沒有了那段 雖然 他的漫畫 都畫得很美 他裡面 有一些配樂 都很好聽 他的配音都相當不錯 但是 在情節上 就差一點 其實是 他這些 微改動 改了少少 那個 那些 漫畫 一些的位置 令到 事情 是差了少少 我覺得 但是 那個故事 整體來說 我覺得是很好 例如 那個 男主角 說他 畢業 很徬徨 找不到工作 後來 幫那些 夜總會 照顧小孩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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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節 我覺得 很好看 尤其是 很好看 尤其是 我看這個 漫畫的時候 就是 我高中 差不多畢業 那樣 就是 我 就是 那類的 年紀 就是 很多 幻想 日後 會怎樣 那些 就是 我也是 很適合我去看 那時候 所以我很喜歡 我 最初看的時候 最先看 是看漫畫 那 後來 我在溫哥華 另一個地方 我在一個地方 看到 可以租 租動畫 租 那些 錄影帶 也發現 有個地方 可以買到 那些 DVD 後來我買了 一套 DVD 但是那些 是 有中文字幕 我是這樣看 那個 漫畫 那時候 但是 Anyway 如果我講 我最喜歡的 漫畫 應該是 雙咀一刻 對我來說 雙咀一刻 是No.1 我最喜歡的 雙咀一刻 我喜歡雙咀一刻 多過聯絡 OK 我覺得雙咀一刻 是一個 是一個 完美的動漫 對我來說 那時候 OK 後來 我也有看 這個 Ice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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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 雙咀一刻 那時候 我就是那個 Mood 就是 戀愛漫畫 挺好看 然後 桂正和 那時候 我沒有看過 桂正和的漫畫 但是我覺得 這個人 他畫的畫 真的很美 我有看過 他畫的那些 插畫 那個 Videogirl 那個 是否叫Videogirl 就是這個 對上的長片 漫畫 就是在錄影帶那裏 爬了個女生出來 那時候 有另外一套漫畫 叫做 DNA 那個只有幾本 那個我又買了一套 我都不知道 那套東西在那裏 在那裏 在那裏 那裏 叫做 就是說 那裏 İder and 那裏 一般 那裏 再 Tina 二人 這裏 那裏 它 不太喜歡 我不會 put 這套€ 但是 足以令我 我从头追到尾,但是我不是特别喜欢,那些画画得很漂亮,但是故事就没什么,说男生喜欢了偶像那些 我觉得可以有趣一点,那些故事也不差,但是我有追完,但是我不是特别喜欢的 我有看Lia Game,但是我有看Lia Game,就是完全因为DNA2 我还不记得Lia Game,就是因为我看过电视剧,我觉得很好看 我觉得很好看,它里面有胡田维里香在里面,很漂亮 我看完那个电视剧,我觉得很好看,所以再找那个漫画来追 所以那个次序是这样的,但是我这样反过来看,觉得那个漫画也是很好看的 它里面比较早期的那些选择就好些,它后面那些选择 我不会说它不成立,或者有很多漫画,也未至于是这样的 它都有些聪明的位置,但是它很多时候就要搞得很复杂 但是它比较早期的那些选择就是简单得来,然后看完你又觉得它很聪明 OK,但是后面那些就是它搞得很复杂 所以就算它可能一样,其实我也赞赏它聪明 但是因为这件事复杂了,就差一点,我会觉得是 但是整体来说我都喜欢的,结局也是它勉强圆了它那类的漫画 大部分漫画都是这样的,很少好像相聚一刻 OK,那天我也有看《幽油白书》,我也有看的,OK 也是《难尾》,《幽油白书》我也有看的,那天是租的,我记得,我没有买的 好像租还是买的,我忘记了 但是也是我看相聚一刻那段时期去看的,OK 刚才有人说,楼主可以看少女漫画,我又看少女漫画 我有看Mars,我看完,而且是非常赞赏 我觉得这套东西很好看 我会看这个也是因为电视剧,因为台湾那天有些偶像剧 那天那个周渔文,那个儿子和大S在《流星花园》之后有这一出Mars 我觉得那一出是很好看,超好看,我觉得是 尤其是中段有一段讲女主角的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那一段是完美的,音乐超好听,很多东西配合得很好 所以就令我有兴趣看那个漫画 那个漫画,其实那个电视剧,它的故事都跟得很足 都很忠于那个漫画 其实都是 音乐有点不同,但是都跟得很足 所以这个漫画给我的感觉也是一样 它中段那里是最好看的,就是它头尾 尤其是头的时候,它有一些剧情是比较 有些中意feel那些 但是我想消失,要叛逆那些 但是因为它中段那段是太好看的 是霞不掩馀,我觉得是 尤其是现在我已经看完整个故事 如果我回头看,我直接在中间那段看 我都可以很好看,它里面有一些段落 但是我可以理解,有些人会觉得 这些中意剧情,其实那些可以跳下去 其实跳下去都可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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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些其他的,就是我快数几个 我自己很喜欢的,推介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个《Asumanga Die On》 我是 我是猜不到我是很喜欢看这个 那天有人跟我说这出东西很好笑 我都不相信,不知道是不是 这些画风不是我喜欢看的 然后他那些主角全部都是女学生 穿水手服那些 然后我的名字我是没有听过的 但是那天,我适当,我试一下 我就买了一套DVD来看 又是有中文字的Bootlet copy 哇 笑到我是超好笑的这出东西 我看完之后,他很短的 不知道 我好像只有两三个碟 我记得那时候,很快就已经煲完 到了我煲完的时候,我是捨不得 我是很喜欢看 我是很喜欢看这出东西 我觉得他漫画也很好看 他漫画也很好看 所以是很好看 高级的好笑的动画 我会觉得 他漫画也很好看 但是动画更加好 因为他里面那些声優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 是要用一些东西 就是声演出来才有那个味道 特别是 右上角的那个女孩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女孩叫Osaka 叫大阪 那 他的声音是很过瘾的 就是真的要 有人去声演才能出到那个味道 我觉得这个最好 就是这几个女孩里面最好笑 是那个大阪 真的很好笑 这出东西超棒 比我想象中好 我猜不到我会喜欢这出东西 这个阿斯曼的大案 他中文好像叫漫画大王 好像是 但是名字不合理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叫漫画大王 我小时候都喜欢 我喜欢看 立不小心 但是我喜欢 搭飞机的人看 我平时不是喜欢看立不小心 但是我搭飞机的时候 我觉得立不小心是容易看的 因为它很薄 你容易戴上机体 OK 即是Flexible 而且它不是有一个很长的故事 你可以看一段 然后休息一下眼睛 所以那时候我是很流行 搭飞机的时候 搭长途机就戴立不小心 后来我发觉原来 后来我发觉原来 那个扣井仪人 即是那个作者 他有其他系列 他有一些是 很色色的 有一些是 意识不良 但我觉得他最好笑的 另外那个系列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比立不小心更好看 叫做不良百货公司物语 就是说有些人 好像他没有什么主角 他就是说 在百货公司 又或者在超市 发生的一些趣事 我很喜欢看这一套 我翻看过很多次 这一套 我觉得很好笑 OK 这个也是我推荐的 到我比较大的时候 我才第一次看这个 甲鹤引发帖 我最初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都不记得 为什么我会看 但是当我第一次看这一套 动画的时候 一开始了 我就停不了 一开始了 一开始就已经很刺激 我觉得是 他说两班 他说两班 忍者 我不记得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甲鹤和医鹤 那些 总之A和B 就是两边斗争 那些忍者 但是他里面 有很多方法很聪明 例如他安排到 只有一边知道 两边在战斗 其中一边甚至乎不知道 他们在战斗 他们要打的 只有一边要知道 然后他们就是要 最快杀死了对方为止 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只有一边知道 就是要消灭对方 然后他们打起来 是 他们有不同的 妖法 不同的超能力 我觉得这些东西 是有很多很聪明的 方法 然后他们的斗争是很激烈 很多人死 任何主角都有可能死 差不多是 由头到尾都好看 我是看动画 后来我看漫画 我觉得都一样好看 我觉得这个是动画漫画都好看 不能输的 海绵看 他说这个有真人版 真人版的就不要看 OK? Forget it 那个有他 那个真人版 我们当没有事情发生 OK OK 另外 另外这个 我 麒麟王 我也有看完 但是 看看 麒麟王是那些 开始的时候 你觉得 我觉得很有趣味 但是追追一下 我会觉得 追到很厌倦 不想追下去 那类 我觉得 我从小到大都不看Gundam 我从来不看Gundam 我没有看过任何Gundam 我现在 Netflix那里有Gundam 我早两天 第一次 开Gundam第一集看 就是有那个阿宝 那个 我才第一次看 我都没有看完 我刷牙的人看 我看了几晚 我还没看完 我刷多几晚 我就看完 但是 我 所以 所以 我 所以 我应该不会喜欢 但是 以前 小时候 我 他 他 有 我 都不记得 那个漫画 我记得是漫画 我以前买过一本漫画 是Gundam 那些东西 但是 他是 搞笑的Gundam 就是他里面那些东西是SD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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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Q 所以 我知道他里面有一些角色 我知道他里面有个角色 是不是叫嘉美游 好像 然后 有个阿宝 我就知道 但是 我知道那些名字 是因为我看那个搞笑版的漫画 所以我才知道那些人物 但是 我不记得那本 我记得那本也挺好笑的 那本的漫画 但是 我喜欢 Gundam 就去到这里 但是 真正的Gundam 我从来没看过 我都不是有很大的兴趣 其实是 With Care Name 他说 劍心最近出真人电影 劍心出真人电影 已经出了很多年了 这个不是最近 他已经出了很多年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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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看看 这个甲荷引发帖 OK 接着没有了 差不多说完了 OK 我也喜欢看monster 我追完monster 我追完20世纪少年 21世纪少年 我已经追到 我都不记得 我究竟有没有追完 已经去到这样的位 我觉得 这个作者 他那些系列 无论monster 和20世纪少年 都是 就是 你开始看的时候 很圆异 追看性 是真是 top notch 是顶级的追看性 即是 欲霸不能 简直就是 我觉得是一种神奇的魔力 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 quality 但是 他的弊病 就是 即是 无论是monster 或者20世纪少年 即是无论我花多少时间去 去尝试去了解 即是我真是没办法 看得明白他的故事 在那里说话 哈哈 我真是搞不清楚 而我是喜欢看的 即是我是很想可以搞清楚 究竟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真是 我真是搞不掉 我真是搞不掉 哈哈哈哈 GG说20世纪好像没有结局 有 为什么没有结局 有 不是他20世纪有结局 然后去到21世纪少年 是不是 你不可以说他没有结局 他是有的 只不过你看不明白 但是 但是 我觉得他 他这些 他的 他的漫画 他每一次的set up 都很有追看性 很多的原因 但是他每一次都 都不能够埋得尾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是 是吧 但是 但是 又说回 你每次 开一本他新的去看的时候 那些追看性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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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他说 他问 在加拿大那天 有没有追看 SIMPTON 不可以是追看 但是我那天 也有下载一套的 SIMPTON 在飞机上看 我下载 我喜欢看SIMPTON 我觉得Simpson很好笑的 我觉得Simpson很好看,我喜欢的 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之外 还有其他的,我也有看过 刚才有人提奇灵王 我有看了整套奇灵王 我有看了Hunter 不可以说全部看完 因为他还没完 可以说是追了很多 我看到他打矮 但接着就没有追下去 但我觉得Hunter 其实就好像幽游白书 那些人经常都是这样 他那些故事去到某个位置 然后变得很有趣 例如幽游白书 我觉得鲜水那一部分很好看 那一部分是没什么打架的 那一段 很多是剧情 但是也很好看 然后他就借了 又是找不到合适的位去圆 Hunter也是 我记得那些 我记得那些 那些杀手 用锁链的 金头发的 其中一个 去追杀那些杀手 我觉得那一段很好看 超好看 其实那些就是像鲜水那样 那些人 但是一过了那段 就跌架了 整个故事 我觉得 古拉比卡 是 那我看过 Full Metal Panic 但是我不是特别喜欢 因为它也是 那些机械人 Gundam 那类 我不是特别喜欢 但是 但是那一套特别的就是 Full Metal Panic 它有一个季度 它是纯搞笑的 它是有整个季度 是 是 只是搞笑 那个好笑 我觉得那个好看 那我看过劍心 我直接开劍心 让我爸爸看 逼我爸爸陪我看了几集 我记得那时候 哈哈哈 有人看 那个 跟那个 智智雄 大战 我说 老爸打得很厉害 一起看 逼他跟我看 有人提Full Metal Alchemist 我不喜欢Full Metal Alchemist 我直接不喜欢 我有试过去看 但是我不喜欢看 我也喜欢看我的女神 因为我觉得是画得超漂亮 我的女神 但是他出得很慢 而且他 其实他都好像 其实他 没什么故事 你都不知道故事想去哪 OK 我都已经完全不遇我的女神 因为他会有个完结 就是看女神 看画公那些 OK 我就追上 ki 一套 MMR神秘调查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我在我表哥看 她有买 然后我也全部看过 其实我很多漫画 在我表哥上看 她买什么 可有什么 那时候 我就看什么 那些神秘論、陰謀論 聽過一些節目 我明白那個趣味在哪裡 因為那個MMR神秘調查班裡面說的就是這些 我還記得那天我追那本東西的時候 我看得挺有趣味 好像在看一個漫畫版的X-Files 我自己都喜歡看 雖然我都知道裡面那些是Bullshit 說的垃圾 但是看的時候說得很過癮 所以我都喜歡看 我都可以理解為什麼神秘學的東西是有Market 我覺得是 OK Jojo奇妙冒險我不是特別喜歡 我有看過 我現在還有看的 Jojo 我現在還有看的 但是我看得很慢的 我經常看到某一點我就停 例如很多人說很喜歡看成太郎那一段 應該是Season 3 是吧 成太郎 不過Anyway 我覺得是太長 成太郎那一段 他講他由某個地方 然後他要去埃及 不知哪裡去找那個大佬 但是他的旅程是長那一段 去到某個位 我覺得是很重複的 我覺得你快點去到那個位 我想看他打最後大佬快點去到那個位 但是他去到極都去不到 我覺得是拖得太緊要了 我覺得是 差不多是會打架的足球小將 所以我不喜歡 所以我 OK 這些就是我自己喜歡看的東西 黃金之鋒 是不是Berserker的黃金之鋒 讓我搜尋一下 如果Berserker我是有看過的 我看的 黃金之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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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他說是在租組的 但Anyway Berserker 還是Berserker Berse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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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賈 Ga 不是Berserker Berserker Berserk 中文叫什麼,這個我是有看的 三袍健太郎的 中文叫什麼 樂印戰士 真的,樂印戰士我也有看過,我看過其中一段 我看過其中一段 黃金時代 不是黃金之鋒 我看過黃金時代的那一段,但我沒有看完整套 我是看 我是看動畫版的,他的故事都不錯 他的故事都不錯,都很奇情的,但不是一個我特別喜歡的系列,但是不錯 我看過,他也不喜歡的 OK 今晚就說到這裏 我剛剛說的那些我想我會放去 我會放去Houting Flix 會適合一點 所以我要把歌詞剪掉然後放去Houting Flix OK 今晚就講到這裏 已經11點半了 免得要接電話,應該沒有人打電話 我們聽陣歌 今晚就來到這裡